欢迎收看今集的《灵异村》 今集的节目也是非常精彩的 但是鉴于香港的疫情又严重了 身边很多人中招 所以村长觉得要保护大家的关系 我觉得今天我会继续全程戴着口罩做节目 如果大家印象没有记错的话 其实之前村长也有试过全程戴口罩 不过后来就见过疫情减退 做节目想大家听得清楚 高声点我就曾经脱过 但我觉得这也是不对的 我都应该要戴 因为我不是只是保护自己 我也是保护这里的工作人员 所以村长的决定就是戴口罩 所以各位观众 你们很想看到我的样子 一张就一下 今天继续看着我戴口罩做节目 其实就是这样的 这里就有塔罗牌和求签牌 继续有网友也有些询问 其实求签牌也很好玩 一签求一试 包括你的健康 比如我想求我的健康 自身、自身、姻缘、事业运、家庭 一签求一试 通常都是求这些大试 这支签就解释 你那段时候三个月至要半年的运势 例如我小学的时候 差不多中学的时候 我就求过一支签 我中学的时候求的 就是求读书 那一期读书运就不太好 求了一支黄大仙的签 他就说了 其实呢 是真的很准 黄大仙真是好东西 真的看见我读书小时候一般 我甚至乎做过一些测试 但是一条问题 大家不要看一条题目 只猜答案 我呢 就有隔壁的朋友 就永远都猜对的 猜过而已 大家没有看题目 我就永远猜错 我连考试运都没有 是的 我可以准准黄大仙求签 但是呢 签的东西 你知道了 如果你是黄大仙求签 你知道了这个答案之后 其实它是会变的 但是不停地变 你亦都需要可以化解它 其实塔罗牌这个时候 就很好玩了 如果你问了你这个学业 蛤 蛤 蛤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可以玩这个球签牌 就问 那我有什么方法 可以令到我那个考试运好些 或者 我是不是转科会好些 揭一张 沮丧 咦 不是哦 原来我现在不是转科问题 现在是沮丧的问题 因为Lexterne是无精打采 所以很多事不切 尤其是因为你的态度 你会找回 你什么舔了的原因 和怎么解决 蛤 那我现在 考试运坏了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 再揭一张 那他就会教你了 他就会教你了 他就会教你了 他这里写着冒险 用你最纯真勇往直前 即是说之前有时候 你也知道 读一下书 会失去信心的嘛 那但是呢 如果你是用这个 用回 不要管了 去去去去 读一读 考试想想 就是这样做 可能就会有好的效果了 牌呢 就有这个很好玩的好处了 那所以 就是现在呢 你买这个套餐 是划算的 但是呢 很不幸地 我想告诉你 其实球签牌的数量呢 就只剩下不太多 几十货 那村长呢 就是呢 球签牌出完之后 就不再出了 那所以 如果你们现在呢 手上本身是 没有球签牌的朋友 想买这个套楼牌玩 文字套楼牌呢 那你们就不如 买个套餐啦 那将来 如果呢 这个 就是 球签牌卖光了 那便会剩下套楼牌的 所以呢 趁快的朋友 就记得 买这个套餐啦 那想买的朋友 很简单 就只要去这个 www.ivagv.com 那很容易记的 ivaiva 就是村长的名字 gv ghost village 我们灵异村啦 照译 ghost 鬼村 ghost village.com 所以就是ivagv.com 这个网站 我是给了钱的 www 所以呢 其实呢 村长呢 一直捱住租呢 去经营着这条鬼村 没有放弃过 而很不幸地呢 村长就很想说这个事实 给你听呢 好 我日头份工是另外一个护士啦 那我这个 谈呢 就是为了大家 一帮喜欢灵异的朋友呢 聚集一堂啦 相信一定是有一些 呃 我们这帮八卦友 喜欢小时候 做信星座啊 占卜啊 混情啊 鬼啊 我们这一帮小朋友呢 就是 自己有聚买一堂的地方 那村长很努力经营着 那但是很不幸地呢 每一样东西都要钱的 包括呢 我连那个呢 www.givagv.com 其实我每年要给 付钱的给年费 hold住条线啦 那我这一道呢 是你见到有个 其实呢 就是这里这么多工作人员 还有这个地方 这个摄影棚 其实我是给租的 所以呢 多谢 多谢各位呢 继续多多支持村长呢 就是维持住这里了 没错 所以各位 给我的这个 三个月呢 看这个灵异村呢 就是150元很划的 是因为村长都要交租 多谢各位的支持 好了 那我们继续呢 就开始我们的节目了 那我最近呢 就有一个题目 都挺有趣的 这个题目呢 就叫做黑色经济圈 你有没有听过黑色经济圈呢 只是听过那些呢 什么黄蓝经济圈呢 没有听过 什么叫黑色经济圈呢 村长是不说政治 因为我们是鬼节目来的嘛 那黑色经济圈是什么来的呢 原来台湾呢 最近呢 就流行 一样东西呢 叫做黑色经济圈 就是说 那些人呢 开始去密谋 买这个空宅呢 就去赚钱了 买这个空宅去赚钱呢 就是因为 为什么呢 没为你们呢 香港也有个空宅大王 是不是 但是很不幸地 我会告诉你们 一个事实呢 其实呢 香港的空宅呢 就和其他地方有点不同 香港的空宅 其实就不算是跌很多 最惨是因为香港本身 有些因为按揭的问题 所以就比较难 就是啦 除非你可以全费 好用的 否则呢 所以空宅呢 在香港来说 也都不是特别便宜 空宅也同样是租得出去 所以呢 在香港呢 就没有听过这个黑色经济圈 是不是听到说 买空宅会赚很多钱呢 就未必是 但是呢 那当然 香港也有个空宅大王 但空宅大王都说了 买空宅 都未必是最赚钱的方案 但是台湾就不是啊 台湾居然呢 最近呢 就趁这个疫情呢 就有些人想出了一个 黑色的经济圈 因为台湾人呢 就比较迷信一点 所以那空宅呢 那个跌价 那个抹价呢 抹价呢 是大一点的 所以他们就想到了 就是说呢 咦 其实呢 在这个时候 掃这些空宅 回来租出去呢 那就会赚那个钱呢 是会多一点的 因为呢 本身他楼价便宜 但是呢 那个 如果遇上是空宅的话呢 那他打的折头呢 就更加大 而他拿回来 去收租呢 总会是 有些人呢 是不信邪的 需要租 所以呢 他们就有一个 叫做黑色经济圈 出现 就是说呢 找这些空宅 用很便宜的价钱 把他扔下去 就买回来 但是今天呢 就要分享一个 关于台湾的故事 就是关于这个 黑色经济圈的故事 台湾人呢 本身就很顺扯的 那其实呢 你说呢 有没有发生于 在一些台湾的空宅 租屋的故事里面 有些古怪的东西呢 原来是有的 在台湾呢 就发生了一个空宅 那当时呢 不是空宅 台湾呢 就有一个空宅 那这个业主呢 就是他 把这个空宅 租给人家住 但是呢 很不幸地 他租出去之后呢 几个月之间呢 那个里面的租客呢 就自杀 自杀就去了 但是呢 他自杀的位置呢 是跟他之前呢 买这间屋的时候 就是发生了案件 那个位置呢 是同一样的 就是很邪门啊 那当时的业主都已经心想 哎 家屋好像有些邪门 那就 过了这件事 清干净间屋 又再租出去啦 那怎么知道呢 很不幸地呢 再租出去呢 又发生了自杀事件了 那所以变了呢 就是 就是 那个 业主呢 当时呢 那个心呢 就是很不舒服啊 那所以 他就 再没有把这个 单位租出去 曾经呢 就有隔壁呢 就跟他说了一件事呢 就令到他很害怕 是什么呢 就是当他呢 又发生了事故啦 那他将家屋 丢空 就是都要清理一下 因为要找人来打齋 因为他台湾人呢 很迷信的嘛 那就是打齋 那怎么知道呢 打齋的时候呢 那个 打完齋之后呢 他就去收那些信件 隔壁呢 就走出来跟他说了 是没有人住的 那他就嚇到呢 他那个隔壁呢 都搬走了 那这个业主呢 非常之客 那他就是 曾经呢 就是有人来问他 喂 还租不租出去 想扣他便宜点租 那但是他这个业主呢 就说 哎 我决定不租住 我先搞定了 因为他说呢 发生了同类的事件呢 不停循环呢 太过克制了 他为了这个 我等我再找一些 高法力的法师呢 搞定了 我才再租出去 那所以呢 在这个 黑色经济圈里面呢 你都会看到 哦 原来呢 它里面呢 都是有很多很多的 灵异故事的 那接着今天呢 就跟大家呢 有分享一样东西 这一样东西呢 就很特别的 那过往的村长呢 跟大家说过很多 嗯 又说过魔鬼之书啦 又说过一些 魔鬼之书 又说过一些 又说过 那个什么 古卷圣经 是不是 好像是 记错了我说 就不好意思 啊 那个是什么呢 啊 什么古卷啊 写了突然升不起了 总之呢 呢 过往呢 都会分享过很多 有老班之书啦 是不是 又有一些关于 赖布医的书啦 讲过很多很多 古灵精怪的东西 那甚至乎呢 之前呢 就有讲过一些解码的东西 今天呢 都准备了一样东西很特别的 你们有没有听过呢 福尼契手稿 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 福尼契手稿 对了 我知道 我的村民呢 有没有听说过 福尼契手稿呢 应该很少 应该没什么提过 因为福尼契手稿呢 我其实有准备了一些资料上片 可以给大家看看 福尼契手稿是什么样子 福尼契手稿呢 是死去顾卷 谢谢 整天都职不起这些名字 福尼契手稿呢 福尼契手稿呢 它有什么特别呢 其实我没有记错的话呢 我以前曾经是有提议过 有提议过 有提议过福尼契手稿这一样东西 但是那时候呢 很久之前呢 没有人解到那个密码 所以呢 那些人呢 就相传呢 有传过这个 是外星人留下的文明 因为里面的植物呢 你看到它们的很精美的 图画了一些植物在这里 会不会是地球没有的植物呢 所以会不会是外星的植物呢 可以是阿凡达的 外星的东西 有些人就发觉它里面的字 就重复又重复 会不会其实根本是人的恶作剧 这本是炼字的宝而已 而画了一些植物 因为很明显这本书很特别的 它那个插图 就不是画了一些字 之后就画了一幅图 它是很明显就画了一幅图 然后旁边填一些字的 所以就是人们就猜猜猜猜 因为解不了马就猜 然后到最后人们都猜 可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 因为里面的文字 是没有人知道里面是写的 什么符号的东西 最近终于有人解到这个马了 我今天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份东西去研究它 它解了这个马 最重要是我们首先要了解 其实它是怎么来的 首先这本文字起码超过一百年 也有百年历史的书 它最主要令人废解的是 它里面的符号 但是这些手字挺漂亮的 欧洲的英文字 手字挺漂亮 但是它是符号来的 没有人看得明白它里面是写什么字 而且它里面是画了很多很多植物插图 我们可以去一下其他相片给人看一下 咦 它有很多插图 甚至乎有些是很有趣的 是有一些水一个湖 里面有很多不穿衣的女人在 根据人们慢慢去理解这本书的历史就是这样的 写这本书的应该是一些修女 修女写好 但里面的插图有些裸女 等一下给大家解释 而这本书里面写 也相信是谁要他们写的 主要就是有一个女王 因为这本书主要是那个女王叫写的 所以在里面有很多 就是一个好像浴池 有个女人在里面 相信是形容这个女王 好了 到最后 那些人终于就是说 我终于解到里面写了些什么 里面大概是什么 村长就不想那么学术化 去说里面是什么文 如何解码科学家那些 历史也不需要 历史少少提 但是主要 我想说里面 是包含了一些宗教色彩 一些古灵珍贵的东西 所以她一定要隐藏了她 例如是什么呢 当时她有画一些 好像在浴场浸 有个女王 有些女人在里面 其实主要就是说 这个女王当时她执政的时候 她所和人商量 商业 贸易的决定 都是很惯性在浴场上 大家有没有记得 罗马浴场这部戏 罗马 以前的帝国 这些地方 在浴场那里 聊生意 其实很男人 很男人 觉得自己很有能力 因为她是女王 靠自己 所以这是一个象征 当然罗马浴场很骯髒 待会说些坏事给你听 这些坏事大家都很喜欢听 相信是 这个女王当时说这些东西 说这些东西 为什么又要写一本 这样的书 整个密码去挡住它 根据我今天看了很多不同人 拿出来的分析 综合了就是这样的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植物 应该都是一些禁植物 包括些什么 包括一些堕胎药 譬如有一些植物 就会令到子宫过度兴奋 而她曾经画过一幅图 就是有一个胚胎 染了血 然后被一些崩带包着 然后跌下来 然后旁边就写了两个字 然后解码之后 其实那个字是西班牙文 现在都有的 但她这本书很坏的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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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你知道吗 有宗教这件事 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禁忌 所以她们要集合这本 关于这种草药这些书 关于这些禁忌的东西 她们就需要去设计一些 只有她们看得明白的东西 所以当时她们就画了这些植物 某一些植物 她的根部或者是哪一个部分 做了药之后 你又会怎样 女性又会医哪 原来是一本当时 比较前卫的关于性 关于堕胎 关于一些女性的书 因为可能以前 都是一个富系社会男性当道 突然之间有一个女王出现 那女王保住自己的秘密 就设计了这本 就叫做福利契手稿 福利契手稿 是一本贵的东西 当时被人发现了这本 咦? 写了一些密码 又不明白里面说什么 但是知道她是来自一个女王 曾经有人 是的 都是王族 很想解释 因为你知道 你不知道的时候 那些人的心态 会不会是宝藏 会不会有什么巫术 有什么 世间难求的东西 曾经用高价 买了这本手稿 是王族买 那你如果想问 那当时的价钱 就等于现今多少钱去买呢 就大概是几十万左右 买了一本手稿而已 那在那个年代 现在对付钱 一百万至几十万左右 港币 但是那个年代 相当多钱 买了几十万 他买本书 那王族 买了回去 就跟他自己的学士 高人一起去解释 所以 最初 那些修女和女王 很聪明 用了这个密码 果然是门骗到 可以令人不明白 那么多年 最近 终于 才被人解释了 你想想 我们现代的科技 因为我们要解释 我们是有电脑帮忙的 那么难才能解释 那你们可以欣赏这本书 里面的古怪文字和图案 根据现今的学者 他研究过 这本书 是不止一个人去赞写的 根据一些字迹 和根据他们的风格 那起码都有四个人以上 即是当时 他们服侍的女王 他们在浴场 那里应该是一班人 就是 在浴场里面的女人 才能看得明白 这本书 我认为 这本书 是和女权有关系的 因为自己可以自主 可以画视 可以选择 墮胎 或者是如何解决 一些女性上的问题 所以 老例浴场 所以 终于被人解了迷 而这本书 也不是想当年 我们很好奇 是不是外星文 是不是有些什么 原来 就是一本 也好 我当时觉得是一本 巫术书 但是我现在就知道 原来是一本 这类型的书 也挺特别的 至于 罗马浴场 又要说一篇 又很臭 但是我又很想说 罗马浴场 乃士 当年因为罗马 觉得男性是很漂亮的 你要知道 他们以前 就比我们现在开放 他们对同性戀的看法 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相传 Michael Angelo 和达文西 都是同性戀的人 来的 所以要他画性约 我永远都画到 达文西画到 很中性化 他们看美术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就是相传 野史 所以 罗马浴场 当时有很多男技 在浴场 打架 所以 他们在浴场 并不是 打边奴 永远都不会打边奴 找女性 打边奴 原来是找男性 因为觉得男性 有肌肉比较好 而最脏的地方 并不是一定是浴场 他们当时 已经有厕所 他们是一个石枕 好像现在的厕所板 一格格的 下面就有流水通过 这样的设计厕所 挺先进的 应该挺干净的 村长 真是千算万算 最算不到的 居然 就是那块海绵 原来就是这样的 大家当一起 开大商议正事的时候 旁边就有一个桶 一个银 一个银里面 有水 水就插了一块海绵 原来 大家都是用这块 来吻的 就是这块 搞到他们当时的病 就惹了 没错 你的厕所设计得很干净 但是你就算不到 这块海绵 哎呀 好了 坏东西 说回鬼故事 不是就好 那 就 今天准备了 一些 有一个日本人 分享了一个 暖屍 的灵意故事 但是其实我又想教大家 提升这个第六感 或者是就来 你知道 现在疫情很悶 玩一下算命 颠卜 过一下人 过一下日神 我想教大家 提升第六感 但是我留下 我现在开一点 说 一个暖屍患者 患者 患者 他有暖屍患 是的 他在日本一个blog 分享了 他一个灵意故事 就是这样的 你们有没有看日本的blog 不过算了 现在有网络那么通 有时候他们都翻译了 很多人写些恐怖东西 未会传去的 其中一个人 就分享了 他自己 因为本来很奇怪的 你又可以有逆服癖 你又可以有这样 又可以有那样 他们不觉得 这个癖好 是一样很差劲的东西 因为最主要你不要做些犯法的事情 有一个人他就分享 很开放地分享 我喜欢戀屍的 那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那些人就开始会问问题 那些blog 大家会问 他就说 他戀屍的缘故 是来自于 因为他小时候 他有灵意的经历 他在葬礼里 就常常都会见到死者的灵 有一次呢 就是有一个 他的阿姨 他的阿姨 就因为患了乳癌 很年轻就去了 那当时呢 他们呢 就跟我们的殡仪 就有少少不一样的 我们如果现在有葬礼 我们会去殡仪馆 那 但是他们呢 就会在家里面 就是尖养围 跟着 然后送个官走 对 就是在家里面搞 那他当时去到呢 看到个官幕 那 那当那些大人 就站着看着官 即是尖养围容 那时候呢 因为他小 那他不可以过去 他就站在旁边 因为他妈妈视义 他不要挪 不想他看到 怕他怕 就要站在旁边 那站在旁边的时候呢 他就看到这个阿姨呢 就站在那里 站在旁边 就看着一班人 尖养他的围容 他看着这个阿姨 那他就跟阿姨说话 喂 阿姨呀 你在这儿做什么呀 那当时他妈回头 就看到他的儿子 对着空气 就是说阿姨 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那他就 他呢 就骂他 就说他 救了 不要小孩子 不要说大话 不要破坏 就是撑他 那日本的阿姨 通常很温柔 很少这样 我想可能他很害怕 那些亲戚 就是觉得 他的儿子有问题 所以就是很严厉 这样叫他 不敢说 他开始就在那时候 就意识到 哦 原来呢 这些呢 是不对路的东西来的 是一些 不是现金拥有的 开始明白到 鬼魂 和死了的人 的分别 他那时候开始就有概念 而他慢慢就开始发现 但是呢 如果 一有人过身 他在那里 其实他在那间屋 那里 他就会找到 那个人的灵 接着来呢 这个剧情 会变成是什么 为什么他会开始 亂施呢 那我们呢 part 2 回来 告诉你 part 2 的部分 非常精彩的 就会有 关于一些 瘦茂平的 无头鬼的 灵异东西 最重要 教大家提升 第六感 方便大家玩占卜 好 我们待会儿 part 2 见 亲爱的观众 是不是很想买 罗永恒 令义村的节目呢 方法很简单 冷静 听着 首先 你在我们的网址 登入来 你就要用Facebook 或者Email 登入 登入了之后 你就要选择 这个节目付费的方法 然后呢 你在购买节目 里面 你只要选择 我的节目 就是罗永恒令义村三个月 不要选错 阿詹说明是 选错了 不回水 选择了我们的节目之后 你就可以选择付费方法 分别你可以用PayPal Credit Card 或者银行入数 如果你用PayPal 或者Credit Card 基本上 你一买了 就已经立刻 直接可以随时 可以收听我们的付费部分 但如果你用银行入数的话 你就要传回你的入数纸给我们 那我们就会帮你开通 是不是很简单呢 那还不立刻行动